上一次我们讲的是新心即佛 下面是讲佛佛为信 这一段经文中风果师 明确地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说佛 佛有几个 佛有两个 我们看下面 佛有两个 哪两个呢 一个是古佛 古佛就是指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就是已成之佛的 已经成佛了 那一个是兼佛 兼佛是指未成之佛 都是指我们 我们现在都是在开始努力 又成什么 又跟阿弥陀佛一样 就指了这两个 虽然中风果师 为我们说明佛有两个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中国是明确地告诉我们 无论已经成佛的 未成之佛 都是还没成佛 这是指我们现在的 无论是古佛 无论是经佛 他都是一个佛 你看中风果师讲的话非常有意思 无论是古佛也好 经佛也罢 还没成佛也好 已经成佛也罢 我们都可以成为阿弥陀佛 我们都有这个机会成为一切诸佛 都可以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都可以的 这个是从理上来讲 从果上来讲的 所以中风果师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跟阿弥陀佛都是一样的 跟释迦牟尼佛都是一样 跟十方一切诸佛都是一样的 你看释迦牟尼佛 成佛在菩提处下 明确地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得相 但以妄想分别而不能争得 我们每个众生都有这个机会成佛的 跟祂是没有两样 都是一不是二 先会让祂是说假的 自信 何其自信 自信本来清净的 自信本来是有佛性的 自信本来是不动摇的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我们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 我们跟阿弥陀佛的区别最大是在哪里 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佛 那为什么我们到现在 无量节以来 都是凡夫 区别在哪里 下面中风果是告诉我们 大家要好好听 这个很重要了 中风果是告诉我们 我们跟阿弥陀佛 跟释迦牟尼佛 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区别最大的 在哪里呢 在用心 用心不一样而已 这个很重要 用心不一样 以成之佛 就是指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他们成佛 是用什么心 这个答案大家都知道 因为大家常常听经的人 常常读经的人都知道这个答案 但是 你知道这个答案 但是这个答案 你没办法留出来 什么样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 他们用的心都是用真心的 什么叫做真心 用恭敬的心 用他的菩提的心 用虚敬的心 用孝敬的心 用这种的心 来修行成果的 所以他们用这个心来成佛的 那我们未成之佛呢 就是讲我们这个反复 我们这个反复如果将来要成佛 也不能离开这个原则 就是说肯定也是要用这个心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们跟阿弥陀佛跟诸佛佛上 区别最大的就是在这个用心的问题 他们用的都是真心 我们用的心是什么 就是烦恼的心 分别的心 妄想的心 执着的心 所以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怪谁了 怪我们自己啊 为什么呢 不听话呀